简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 俗称简花 其本身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文化 2006年 经过国务院批准 简纸艺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日 来自中国广东的简纸艺术家莫茜怡来到洛杉矶 举办个人简纸艺术展 在美国当地传播中华文化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纸自产生之日起就扎根于民间 因为流传范围广 它分为南派和北派 北派简纸体现了北方民族豪放粗犷的性格 而南派简纸则流露着婉约柔美的气质 来自中国广东的莫茜怡 自幼与奶奶生活在一起 她的奶奶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民间简纸艺人 每当亲朋好友的欢庆喜事和逢年过节的时候 就带着她一起做些精美的简纸 送赠亲人朋友和装点家居 因此莫茜怡从小就受奶奶的心桃 热爱上简纸艺术 随着年龄的增长 莫茜怡对简纸艺术的理解和技法也日益增强 其作品典雅 清丽 刀法细腻 人文气息深厚 一张普通的纸片 经过裁剪 能变成生动的花鸟鱼虫 花儿留意芬芳 鸟儿振翅欲飞 方寸间充满情调 唯妙唯笑 玲珑金质 我的题材来源于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习俗 一个来源于我的生活的阅历 我的早期的作品里面 主要表现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习俗的一些图案图文 第二个就是说到后期的时候 我的作品体现了就我自己的一些阅历 我自己的一些思想里面的一些作品 墨倩怡的剪纸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展览获得好评 2015年 她被文化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 艺术扶贫专业委员会 推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荣誉证书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